下面我们来学习弥漫性读性加征种 前面我们讲了弥漫性非读性加征种 就是单纯加征种 那么这个弥漫性读性加征种呢 就是格尔二次病 也就是又有加征种又有加征种功能抗击 所以非读性加征种就没有加征种功能抗击 读性加征种呢有加征种功能抗击 那么这就简称格尔二次病 所以大家一提格尔二次病 大家都知道一提弥漫性读性加征 大家就不知道 所以弥漫性读性加征就是加征种 合成果毒 着用全身组织 那么持续全身组织 到了加征种抗击人的症状 这就是格尔二次病 那么它的病因包括持续免疫疾病 因为格尔二次病是个典型的持续免疫疾病 所以在体内存在多种加征种的抗体 第二个是遗传因素 这种病人常常具有遗传因素参与其中 为什么呢 它在亲身中 这种格尔二次病的病人也比较多 体内又有这种支持免疫的抗体 好了精神因素也可以导致 一般这种格尔二次病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年轻女性容易得 为什么 年轻的女性精神创伤比较多 内分泌波动比较大 所以她又容易得这种格尔二次病 所以男人就比较少 男人一般得的 跟女人得的是1比9 就是90%都是女人 10%是男人 所以这个贵二病跟精神创伤有因素 但这些是病人 病人结成目前分子也没考过大家 好了这个病人表现也没考过 大家什么了解一下就行 第一肉眼观 肉眼观这个凶大跟单纯加征种是一个样 两边对称凶大 质地比较转 那么随着吞烟可以上下移动 好了第二个光景照片 光景照片那么跟我们刚才单纯加征人也比较相像 那么她早期也有阵身 原来的柱状上变成高柱状 也可以有大量的绿泡形成 不然她怎么假装肌肉储存在哪儿呢 吃穿绿泡中 所以都有大量的绿泡胶脂形成 好了在电筋底下 那么电筋底下 由于你加成不停的阵身 重大那么有腺炮细胞内部丰富 高耳机的发达 核糖的分泌争多 棉营光可以有腺炮的机力抹杀 这些病例变化其实目前位置也没考到 大家了解一下 不知道来今天也会不会考虑 反正考了这么多年就没考过大家 考的多的加专线就考虑甲肌腌癌 好了这就是大家的重点 就重点应该放在甲肌腌癌 那么这种甲抗单纯甲肌腌种 考了这么多年没考到 所以大家不知道大家考不考到 所以大家在复习的过程中 还得注意一下万一考到你了 不然这一两分你丢掉了 我们来看到临床病的联系 临床病的联系也就是说 弥漫性加肿肿的 独性加肿肿的这个 他的临床表现 一般这种弥漫性独性加肿肿 也就是各位二次病好坏女性 年轻女性比较多见 男女之比也是1.4到1.6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有4到6个女人 华毕都是年轻的20到40岁的比较多见 临床表现就大家非常清楚 弥陀床病 假带性两次对称弥险性肿大 由于他有合并假抗 所以专制病人的基础代行率 那么要增高 神经兴奋性增高 你比如说常常表现为心肌 多汗 脉搏增快 两手正差 多食 多饮 消瘦 有突然的症状 加上去化验的时候 有血中T3T4的症高 所以这些甲康的典型表现 都表现出来了 所以临床病理表现 那么大家学个内科学外科学的时候 那么这种甲康病人的临床表现 不计大家这么都非常熟悉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